今天来教大家制作青团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原料 第一,艾草或其他绿叶菜用于上色 第二,豆沙馅可以去超市购买 第三,糯米粉 第四,橙粉 将这些原料准备好后,我们就开始制作了 第一步,将洗好的绿叶菜加盐焯水 第二步,将焯好的绿叶菜进行榨汁 第三步,将榨好的菜汁与适量的糯米粉混合 然后混合在一起,将其揉好,揉均匀 第四步,橙粉中加入开水,揉成团 第五步,上色后的面团与橙粉混合揉在一起 如果觉得干,可以适量加一些橄榄油 第六步,将揉好的大面团平均分成几个小面团 第七步,将分好的小面团压扁 第八步,塞入豆沙馅 喜欢甜口味的,可以再多放一些 第九步,将放好豆沙馅的青团揉光滑 第十步,将整装待发的青团们送入锅上蒸熟 大约蒸熟,5分钟就好了 美味可口的青团就好了 快和你身边的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,用微信搜索 高质量生活知识公众号关注我们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有多有精彩的内容